好 我必須念一下第12題 完全是我們氣智的 12題真的 氣智的一個心情 我很討厭人家說感情沒有對錯 這都是分手的人去騙被甩的人的話術 如果你要這樣甩女孩子就是錯 不能因為你是劉德華 還是你不是劉德華 而且你有愛心做正宅晚會 就做什麼都對嗎 他覺得第一個劉德華錯在毀約 第二個竟然認他的粉絲辱罵欲可欣 好歹你也出來緩夾 畢竟你們也愛過一場 覺得你今天突然非常的 所以你知道嗎 很多不要講他對於 他對余可欣的同情 可是他前面那句話 是他真實的感受耶 每次都跟我們講 愛情沒有對錯 就是我們被甩的人 就不用跟人家討什麼公道跟對錯 所以還會陷在這種情緒裡面 其實愛情不是沒有對錯啦 愛情是沒有什麼輸贏 可以去討的那個問題啦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討債這種事情 你就是要自負盈虧就對了 你知道嗎 你要自負盈虧 真的愛情是沒有什麼 對錯是一定有的 算了你已經送出來了 沒辦法 沒辦法 那就是你的 自負盈虧 自負盈虧 所以我覺得愛情 其實是一種投資行為 沒有我想 那時候我改一下 愛情沒有對錯 他只是一種投資 就是輸贏而已 不是 愛情其實 其實是有對錯 但是就是說 你要自負盈虧 你輸得起輸不起 因為我覺得說 感情上你去判人家對錯 如同你就變成一個身分 就變成一個法官 誰會愛上法官 所以我覺得說 做這樣的事情 對自己沒有好處 不要去做 就像說你剛才講的說 孩子之間 遇到這個問題 你要怎麼去處理 我覺得說 你語警告訴他怎麼做 你不如告訴他說 我跟你講 譚琳娜你就要不適合你 你要有辦法離開 我一直在提醒你這個事情 所以讓你有 這個平常都提醒過的 可是我講的是說 其實爸媽媽那個時候 都不會提醒你這個事情 都會先進去跟他處理事情 就像愚媽媽一樣 就是會陷進去幫他出聲啊 可是你知道嗎 當一個女兒 在修補這樣的感情的時候 媽媽一再一個 要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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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對女兒真的會很傷害 我覺得這樣真的很不好 就是這個部分來講就是說 你就是舊式重體 讓你永遠在這個魔咒裡面混一混 就是最好的情況就是說 不要幫到到忙 很多時候越幫 難就是難在 爸爸媽媽都覺得幫的是正忙 可是事實上 像余克希這個事情 比如說余克希現在 目前這個狀況會說 發生劉大華結婚了 其實她壓力會很大 因為大家又焦點放她身上 可是這個時候說 媽媽又要爆一個料 然後大家又來在她同意同意她 其實我跟你講 對她真的很不好 會讓她永遠先在這個 余媽說你不要再來問我 她說我講也不是 不講也不是 她就很尷尬 這條最重要的一點是說 愛情可不可以毀約 就是說你跟人家定約 然後進入一個愛情 之後又毀約 這個事情有沒有對錯 不是我覺得這個事情很簡單 就是說譬如說 你在發現另外一個人 是一個毀約的人 你還貪戀她 其他回到你身邊 你不是在跟一個爛人打交道嗎 就是你為什麼一個毀約的人 你還沒有讓你清醒嗎 就是你還想求問她 你跟她道歉要幹什麼呢 不要這樣 她毀約啊 我的意思是說 這件事情上面她是 可是你說整個人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說 他們後來就像說 婚姻我們兩個結婚 後來發生什麼樣子 我們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啊 你不能只擔當看說 我們有婚約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一起 我其實覺得現在啊 婚約或者什麼 愛情盟約是最糟糕 就是說她影響一個人好大 可是她是世界上講的最不清楚的約 而且最虛的 而且等於是孕育之未來的幸福 講的最不清楚的約 就是說很多人結婚啊 去簽那個約喔 政大哥你結婚的時候 簽那個約的意思是說 你一輩子都只有她一個女人嗎 你簽的意思是這樣嗎 不然不是對不對 我覺得問題就在這裡 很多人結婚簽那個約的時候是說 我現在要跟你結婚 並沒有保證說 這個有效期限多久 或永久有效 但是 總而言之啊 如果你自己有一天改變 你就覺得說 我就是來跟你終止合約 終止婚約 可是沒有要分手的那個人 就拿著這一張說 有這個約啊 你怎麼回約 可是我真的覺得 愛情的約 根本就沒有降 你知道嗎 如果你告訴人家 告訴你的小孩子就是說 我們要結婚 可以得到她永久的保障 這個婚約有這樣的效用的時候 我跟你講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你讓她知道說 愛情就有可能 可能隨時會終止生意 有人會背叛 你要有這個心理的那個 你不要把她想那麼美好 其實我覺得婚姻 那如果說 已經想要毀育 可是又講不出來 那怎麼辦 那她就會先在這裡面 就是收啊 講不出來就是讓她收掉 對 收到讓你沒辦法吃 你自己吐出來 其實我們都誤解那個結婚證書 結婚證書跟畢業證書是不一樣 它並不代表說 進入的階段 它只是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入門的階段 它並不是說你已經畢業出來了 它不是一個完成式 事實上那個婚姻是要從頭學習 而且我覺得結婚證書 你不能把它當作一個合約看待 因為這件事情是沒有保障的 其實在世界 你看先進國家中 像北歐他們的結婚率越來越低 甚至我覺得預言 將來有一天婚姻會成為一個過去式 就是它是沒有效力的 是因為結婚是可以離婚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活久一點 那我覺得未來是這樣子 人會越來越進步 他就會發現說有些是假象 他不會那麼相信 所以我覺得說很多事情就是說 我們寧願讓孩子知道真相 他在處理這個事情 他會有個範圍 而不會覺得說 我結了婚 或是我談戀愛 我就往前衝不管一切了 這樣的感覺是最容易受傷的 所以現在走路步入禮堂 都是冒險性格的人 不是 如果說 如果你進入婚姻裡面 如果你都不用想說 有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你把他一些想的最好的 我看這就很危險 其實我覺得婚姻的證書 所有投資都會有那個風險 嚴虧 婚姻的證書只是保障 你在這個社會上的某些法律 比如說我的意思是說 結婚證書它並不保障你的婚姻 它只是保障你當你結婚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享有一些稅務的利 這個利潤 你是為了這樣結婚的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當我簽結婚證書的時候 其實我是認為 它對我的婚姻沒有保障 是因為隨時是可以離婚的 今天如果有一個證書是 你簽了之後 就綁住了 你們兩個詞都不會分開 那叫做合約 你知道嗎 你違反了之後 你會受到酷刑 你會被關鍵監導 你會怎樣 可是結婚證書是沒有這個稍微 張阿姨 對啊 所以我都認為將來我的孩子 如果他告訴我 他只是同居一輩 他不結婚 我是可以接受 那你現在還跟你老公 你覺得你很愛他嗎 我覺得也是一盆 你一定逼人在講這種話嗎 我覺得所以我就講 對我來講 一盆燃燒的火 還在滾 還在滾 婚姻就是要每天滾他一滾 讓他不至於收掉 至於滾他一滾 這個意義就在於 你必須要重新去思考 你們兩個在一起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我常常覺得婚姻有的時候 他已經不是愛不愛的問題 他是責任 他是一種分享 跟他是一種權利義務 就是說 他是我的家人 因為我們兩個對 互相生出的小孩 跟彼此的家長 跟這個家庭 我有很多的義務必須要盡 那至於說 兩個人的愛情存不存在 我覺得真的要看兩個人 就是說我可以接受 今天我們還是一個家人 他可能不再像以前那麼愛我 或是我其實沒有像以前那麼愛他 我覺得這是可以 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從來不認為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結婚之後 你就要愛他一輩子 我覺得那是一個天方夜譚 對我來說 可是人性上面 對感情的依戀還有那種衣服 那是很自然的 所以如果你的愛情收了 你敢跟他開口嗎 我覺得要看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問題 我想過 就是說當我的愛情不存在的時候 我的婚姻好不好存在 但是我覺得這是兩回事 對 兩回事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就是當我的愛情不存在 但我仍然維繫這個婚姻 是因為 我今年已經到了40歲 我走到這個地步 我知道我還有很多人生的責任 跟義務必須盡 愛情不是我的全部了 他只是在我生活中 可能只有十分之一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 滅屍的十分之一 把十分之九做完 滅屍 滅屍 對 但是當有一天 但我要有個代書 滅屍 忽視 忽視是講到沒有看到 滅屍 但是我的意思 當然如果有一天 突然間 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狀況 如果愛情突然間 在我的生命中 又占了超過一半以上分量的時候 比如說 當我覺得我十分之九的衣物 已經進完了 我的孩子已經大了 或者是 所以沒有於是 我們兩個狀況已經遭到 我覺得這十分之一都不存在了 那麼我覺得 我有可能會結束到婚姻 有可能 那你敢在 但我現在大概還有十分之四 那你敢在沒有愛情 但是婚姻有責任的狀況下 去選擇另外一段愛情嗎 你敢嗎 我覺得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必須是在 我覺得會講有可能的人 真的比較不可能 沒有按油漆 非常可能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事情 很多人就是覺得說 我就是 他因為他被傳統完美的假象 都已經催眠了 所以他很多事情就是說 我覺得婚姻非常好 我覺得不會離婚 你太了解我了 我跟你講會講這種話 真的 我告訴你都會出問題 我覺得 反而當然說 我覺得結婚不好 我覺得他反而會小心 就是他反而會知道說 這個事情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說 因為代價太大 你隨便去鼓勵人家結婚 真的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事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都沒有提醒他說 這個壓力很大 他不是只是去郊遊 對 真的 你要注意什麼 就是說如果你的女兒 真的要談戀愛 我告訴你 我會跟女兒講就是說 我跟你講 談感情要談得成功 機率很低 然後要長久也不容易 然後如果你不容人家需要什麼 你也不能投人家所好 你把一些危險的告訴他 他反而會知道說 他笑得不敢去談戀愛 他反而覺得說 這個都是可能不容易 他會小心一點 反而比較容易成功 我送你一句話 可是你女兒會變成 在愛情的果度裡面 非常沒有魅力的女人 我告訴你 其實我跟你講 魅力這件事情 跟你的理性思考是沒有關係 你知道魅力是什麼 魅力其實是 不是 其實魅力是 就是我跟你講 魅力跟你的性格有關係 我告訴你 有些人的性格 你不要太天真了 就是說 愛情裡面的魅力 一方面來自於 你個人的吸引人 你個人的個性 這我同意 可是愛情裡面 愛情跟其他東西不一樣 是說他裡面包含一種 devotion 就是說你感覺到對方 為你貫注多少 所以如果說 你一個人 你完全就是說 愛情一定是很失敗 我一定要保護我自己 我絕對不可能這樣子 我不可能付出太多 我不可能這樣 其實你就沒有辦法去touch 到對方那個說 你在投入跟犧牲 那你誤會我 你誤會我 我們先進一段空運 好不好 你沒有一點冒險 這件事情 你誤會我的意思 大家快要吵翻 不過真的 有什麼意思 我絕對